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能源领域合作 会谈后 两国总统将发表联合声明并回答记者提问 普京此次访问引起乌克兰高度关注 俄罗斯军事观察网18号称 乌克兰认为白俄两国总统在会谈时 可能就会从北方联合进攻乌克兰达成协议 但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助理阿列斯托维奇17号表示 白俄罗斯军队在短期内不会参与俄乌冲突 俄白总统可能会讨论白向俄提供军事装备和弹药 并在白俄罗斯靶场训练俄军人等问题 此次俄白总统会晤不会做出对乌克兰威胁特别大的决定 乌军方发言人科瓦利丘克少将18号表示 乌军正在做准备以应对从白俄罗斯方向发动进攻的俄军 科瓦利丘克说进攻可能在明年2月开始 乌军正在一些地段埋涉地雷加强防御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8号报道称 美国战争研究所专家认为 普京访问明斯克是为了向卢卡申科施压 并加强俄可能从白领土队无发动进攻的信息宣传工作 旨在摧毁乌克兰抵抗和西方支持乌克兰的意志 另外俄对基辅的持续导弹打击 不断地向白俄罗斯调派部队和号战言论 都是其信息战的一部分 从目前来看 俄罗斯从白俄罗斯领土队无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不大 俄新社18号报道称 俄国防部长少一谷当天对南部军区进行工作访问 并在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地区 视察了俄军部署情况 少一谷乘坐直升机在部署区检查了俄军部队 在特别行政区的前沿阵地防御攻势和防线 同时他还与前线士兵进行交谈并感谢他们 在当地的俄军指挥中心 少一谷听取了指挥官们 关于当前局势和俄军在作战方向上的行动报告 当地时间16号 普京视察了负责特别军事行动的各兵种联合参谋部 听取了关于特别军事行动进展情况的报告 普京还与高级指挥官举行了会谈 听取他们关于近期和中期实施军事行动的建议 对此俄军事专家列昂科夫称 我认为普京总统在会议上 与高级指挥官们讨论了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的下一步措施 俄政治学家马列科夫18号称 普京总统对特别军事行动参谋部的视察 以及国防部长邵伊古 对俄南部军区部队的视察表明 俄罗斯可能要开始对乌军发动大规模进攻 德国总理舒尔茨17号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表示 柏林没有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坦克 以免与俄罗斯的对抗升级 他说从长远看 在乌克兰冲突结束后 欧洲国家可能会再次与俄罗斯合作 尽管双方存在严重分歧 但西方与俄罗斯的谈判不应中断 不愿向基辅提供武器的不只是德国 俄罗斯卫星通信社称 以保加利亚社会党为首的政治联盟17号 要求总统拉德夫行使否决权 阻止向基辅运送武器 此前该国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首批军事援助 为此社会党致函总统称 从宪法 法律法规 道德和政治方面 都有理由否决议会 关于向基辅运送武器的决定 拉德夫本人也曾公开反对 卷入俄乌冲突 领取英国媒体报道 有消息人士17号透露 英国首相苏纳克下令 针对伦敦对基辅的军事援助 进行审计 英国官员担心在俄乌冲突 进入关键阶段之际 苏纳克对援助基辅过于谨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